新闻 挖挖挖 挖掘新闻内幕 挖鼓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宜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为你介绍今天的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党政记者黄伟翰先生 第二位是财经专家汪杰明先生 还有一位是 哇 这个选举很忙 黄敬平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是周年晃先生 媒体工作者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那么最近呢 我们知道有些时候 当然这样的批评 我想也可以受大家的攻断 财大真的是气粗 嗯 嗯 讲话比较大事 对 还要说 连汉水就比较比较大事 嗯 气粗啦 但那个气不一定是 气粗不一定有理 对啦 对啦 那这个理就是可以让大家来这个 这个攻断一下啦好不好 郭董呢 我们先不讲他谈话的内容 可他最近频频的放话 还开记者会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不可能一个企业家都已经是 他是拍摄要吃虚贵吗 对吧 对吧 还不然要吃虚贵吗 不可能啊 所以以郭董这样子的 一路打拼上来 这个企业做那么大 他没有必要这个时候沉不住气 这么容易有点到暴怒的感觉了 急了 为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他 我们知道他的政治立场 从08年包括马英九在选举 还有12年的时候 企业家站出来指标性人物 可以看到郭董对马英九 马总统的立场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看最近他一连串的发言 从民主不能当饭吃 还有包括22K 有人是这样的一个 他就收购 有这样的一个企业 不是后来也被人家打脸吗 然后甚至在那之前 呛他要买华为 政府为什么不赶快通过 然后如果说他那个政府在 不顺着企业那个态度走 他就拒绝缴税 他就出走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他 我们一直知道 郭董对于这个4G这个市场 他有明明白白的讲说 你不让我过 我就拒绝缴税吧 他有明明白白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 他有讲 他就拒绝缴税 其实如果我们小老百姓 讲一些富气的话 倒是没话讲 有时候讲一讲 我们还不是乖乖缴税 你看看一个大企业家 一个经营者 你要有一个社会道德 社会的一个责任 当你会讲这种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政府多年来 不管蓝绿谁执政 给你这样一个企业 多少的优惠 多少的这个法令上的通融 或多少的一些企业的方便 让你这样一个企业能够成长 所以我还是会让你刚刚那个重点 他急了 急什么 急了 你知不知道再过60天不到 60几天 我们这个要通过4G了 4G要开台了 现在我们手机用的是3G的时代 我们记不记得 你的手机在之前2G的时候 只能用语音 美人姐你在哪里啊 这个红衣大哥你在哪里 可是3G的时候 我在这 打电话 我的意思是用语音啊 拿着电话这样子 拿着电话用语音这样子讲话啦 然后等到3G的时代 那我几乎说不跟美人姐和红衣大哥沟通 我就这样用手机滑 不管是APP或LINE啊 就我在哪里 我在这样 这个是3G的时代 4G的时代那个频宽更快 你等于是把那个手机上网的频宽 从小水沟变成大河流 那这个隐藏着千亿的这个产业的商机 你想想看日本韩国很多企业都来敲门的 国董会不急吗 他想买什么 他想收购其他国内的这个电信业者产业 我们之前台湾有好几家这个国内大的这个企业龙头 包括跟这个我们国内电信产业合作 所以4G要开台了 问题是NCC的这个 给他准他的这个罩他还没下来 然后他还没拿到 然后即将开台在那里 有几家申请 他的竞争对手是谁 没有 他已经申请到此罩了 他已经有啦 国际已经拿到了 可是你要开台 就是你的基地台建设到一定程度之后 NCC审核通过之后 他中间有一个审核的程序 包含现在郭台铭是卡在 他的基地台的交换机的周边设备 用的是华为的产品 那华为因为他有中国解放军的背景 他的华为的老板叫任正非 他是解放军的上校退役 那他这几年到去年已经取代毅力性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 通信设备供应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价钱大概是同业的三分之一 所以包括美国 英国 澳洲 都明文禁止 不可以用华为的产品 印度也是 对 印度也是 因为他们其实有查过潜力 当然不敢说百分之百 证明是华为干的 可是他们怀疑 就是华为的设备产品里面 可能会只有一些木马程式 会偷你的机密资料 所以我们的国安局其实 这么便宜美国没有用吗 没有 美国禁止 他们有国安的预理说 美国一直把华为阻挡在门外 在进一步讲 其实世界各国强国 美国 英国 印度 澳洲这种国家 判断华为其实有中国政府在里面 要不然他可以卖多便宜 可是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大标 是全世界很多国家在用他 因为他便宜 可是你想想看 他都砍单 然后杀自己家 美国的国会 用他的那些国家不担心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担心了 因为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电信的使用者 基本上都是华为一家拿的 那华为当时在 现在他是62岁 他46岁的时候 他从中国解放军退下来 当时他是在辽宁的一家大型的纺织 跟工业的做到所长 所以他位置其实不低 那他太太是四川的一个高阶主管 副省长 对 副省长的 他前妻 对 那时候就是中国开始 就是1997年 不是太太 是前妻 前妻 对 现在是前妻 他以前的父亲 就是以前的老丈人 然后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到中国 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中国解放军在后面 因为当时中国解放军所有大小的 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中国解放军 本身就是一个大财团 这个是包括上次我们一家百货公司 不是在北京就被人家扫出来 那个背后就是中国解放军 解放军以前是很大的势力团体 他们手伸到香港 那需要做交换机 他通知 整个香港通知 所以你想只光把中国所有电信场上吃下来 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然后接下来他跟Arison在国际竞标 Arison出一块 他出毛钱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解放军在后面是最大的支持力 他不断支持这些公司后面补贴 就是我们说现在对他双反的要件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甚至美国曾经尝试 直接在华为的系统里面做这样的木马 就赫然发现到的确也有抓到中国解放军的资料 所以证明 他就证明说反正 这其实中国解放军跟华为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好 那因为过去是有中国解放军的背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交换机里面 一定很容易会被植入所的木马 所以包括了加拿大 还有包括美国在内 甚至思科也跟华为切割 不然他们有合作关系 因为思科是比较下游 比较上游 然后跟华为 但是我要说一下 华为的交换机的能力也很差 因为那东西是专业知识 不过我们把这个故事再拉回来 其实郭台铭一年缴的税金是1182亿 然后他的税率是19.2% 我想说这个数字 连发科一年大概赚1000多亿 可是他缴的税金就有70几亿 所以他的税率不到10个百分点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鸿海他的缴税 那更不用说像华库这些 只缴5%而已 就是金融业那更低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 就郭台铭来说他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缴税 而且是全台 台积电一年的税金是800多亿 所以他其实多过台积电 是台湾最大的缴税的公司 所以他觉得缴税很厉害 那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他要把子公司跟总公司对调 这样子的话他就变成是海外公司 但是我们查过除非是真的挣子公司 就是这家公司 分公司 子公司对不起 你知道在国内生产一样磕税 分公司的话 那你就可以归到你本国的税率了 这是差别性 那因为最近的状况真的很 就是对郭台铭来说 4G是他未来产业一个很重要 一条龙的关键 4G有多快 现在我们传输一部电影 我昨天测试过下载一部电影 用3G下载 大概花了将近有20分钟下载一个1.8 1.5个小时的 就是大概一个小时 就是一部电影 至少超过一句感觉 对对对 那4G会有多快 1秒 对 因为香港已经4G 去香港都知道 曾经有个记者 韩国已经归报5G了 我跟一个友台的一个记者 他就跟我讲说他在香港 就是拍了很多的相片 很多的资料 然后急着在香港机场要传输 他想说不知道那段时间 他够不够穿 因为香港机场已经4G了 他怕到了 他说他吓到 他说这么庞大的资料 就这样蹦一声 就全部都到台湾来了 所以4G的速度很惊人 因此郭台铭在整个产业立民 因为他现在已经接到 包括连印尼草莓基 都是他在生产 所以他的上中下流 4G对他来说太关键了 可是6月 包括台阁大 中华电信 远禅 都开台了 他现在的公文还卡在NC 因为就是采购华为的设备 对 那他是这样 其他人没有用华为设备 能不能做 可以 可以 不要不用中国的 因为中国其实两家 华为跟中兴 但是华为比较大了 所以其他人都没有用 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都已经可以这样威胁 如果他以后势力更壮大会怎么样 以后就他当总统 地下总统 所以他讲那个叫做什么 民主不能当饭吃 对 民主对GDP没有帮助 我跟你讲 我们宁愿吃少一点也要有尊业 对 来 我们先休息 今天晚上 好 这样子好 卖完还得脸 好 前面请继续 但是尾翰你的车马费 等一下给一点 没有 我 不然同一个先后来讲 不然同一个先后来讲 先后来讲 因为我不是像杰明哥一样 那么财经专业 不过对这个事情 其实我有我的看法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我的基本的一个概念 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我们先讲梅克尔 就是这个概念只要清楚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到底华为可不可怕 去年的年底10月的时候 驚爆了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可以去查一下 德国有一个女总理梅克尔 还是自己去买菜那个总理 他被发现说原来他从2002年到2013年 11年 一个德国的总理 居然被美国的亲自单位监听 拼了11年 那德国怎么办 生气抗议也只能跟美国抱怨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美国在监听全世界 那中国想不想监听全世界 想 那中国特别要监听什么 台湾 因为我们是他用导弹队的对象 所以就在去年 NCC有一个正式的公文函 给所有相关的单位 特别是他辖下所管的电信业者 就是为了国家安全 我简单跟大家报告的内容 为了国家的安全 我们不可以使用中国产品 就是这样